歡迎回到新台灣的星光大道 我們立刻連線到台北地方法院 來看陳志忠最新的六點聲明 這六點聲明其實應該就是 他提供給特徵組的認罪協商的書狀中的內容 連線給記者吳嘉惠 好了 現在第七法庭又傳來的最新消息 那麼陳志忠、黃瑞金和吳錦茂三個人是異口同聲來認罪之後 剛剛傳出來的最新最新的消息 就是陳志忠和黃瑞金在庭上不但是驚爆了所有的資金流向 都願意來清楚交代 也願意把所有的在海外的資金全部都匯回來台灣 這個特徵組的一個指定的帳戶裡面 那麼剛剛他的律師林志豪也表示了 今天開完庭之後呢 陳志忠和黃瑞金會到台北地方法院的一樓 也就是記者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開一個小型的記者會來跟全社會的人來道歉的這樣一個情況 由於呢他們表示父母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所以因此呢在法庭上是罰所有的罪 洗錢的罪嫌全部都認了 而且呢還提出了六點聲明 那我們也請到了第七法庭裡面記者凡雪來告訴我們 剛剛在法庭裡面到底是他們提到了哪六點的聲明 好一開始呢兩個人的律師呢是為他們講說 其實呢他們呢今天呢生在這個家庭 他們父母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而且呢他們這幾天呢在這個法跟法 法律跟親情這個之間呢他們做個選擇 內心也相當的煎熬 所以他們也是願意跟社會大眾來道歉 那他們是提出了六點聲明 第一點聲明呢就是有關於之前的國泰市華 一行七點四億的部分呢他們是表示說他們願意把這七點四億是全部匯回特徵組指定的賬戶之內 另外就是之前呢兩千一百萬美金的部分呢 在瑞士美林銀行的部分也願意全部匯回來 在第三部分就是有關於國泰市華七點四億的部分 其實先前大概有十億多元呢 所以他們對這個部分呢資金的來源他們是願意全部交代清楚 同時呢他們也願意把整個錢也都是匯回來的 所謂第四點就是更勁爆了 他是表示說其實呢他們的母親吳淑貞呢 有其他的款項以及珠寶大概還有六億多元 在這個部分呢他們也全部願意交代清楚 並且把這個資金也都是全部匯回來 在第五項呢他們是表示說 除了特徵組查到的國家有些賬戶之外呢 那陳志忠跟黃瑞敬在日本以及其他的國家都是沒有賬戶的 並且呢他們也願意簽署呢這個授權書呢 是讓特徵組檢察官來查說其他國家是不是有賬戶的情形 那所謂的第六點呢他們是表示說 因為被告呢陳志忠跟黃瑞敬都有認罪了 而且也希望能夠減輕量刑 那同時也希望審判之外的協商 那稍後的時候兩個人也會下來呢 來開個小型的記者會來向社會大眾說明以此來道歉 好的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陳志忠跟黃瑞敬的律師是在法庭上幫他們提了六點的聲明 那麼其實呢前面的幾點呢就是表示說在這個海外的瑞士美林銀行 今天這個爆出來這個貶加海外七億的這個部分呢 是兩千一百萬的美金是完全願意來匯回來台灣的這個部分 那麼另外呢則是在國泰市華的金庫裡面原本是有七點四億 那這七點四億呢是杜立平跟吳錦茂所透露出來的 那這七點四億呢也願意來匯回台灣 那麼另外呢陳志忠和黃瑞敬這次也相當的爽快 他們表示這一次這個國泰市華銀行裡面呢 原本根本就不只是七點四億 可原本的金額是高達了十億 那麼多出來的這三億多呢他們也願意來交代清楚這個流向 不過呢最近爆的可以說是喔 另外一點就是說吳淑貞 也就是他們的媽媽吳淑貞呢 在除了這個海角七億還有這個國泰市華金庫裡面 總共是十億的金額之外 還有六億的珠寶加上金錢 這樣子總共是六億的金額 那麼這六億的金額呢疑似是不是也是不法所得 也是匯到國外的賬戶 他們也都願意來交代所有的一個情況 那麼另外呢這個最後呢他們的律師也表示 由於他們已經選擇要來認罪了 那麼因此呢希望能夠來做認罪協商 那麼也希望呢這個法官能夠 在日後量刑的時候呢來從輕減刑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麼不過呢陳中漢黃瑞敬也表示喔 除了特徵組已經查出來的這些賬戶喔 他們在日本還有其他的國家已經沒有任何的賬戶了 那麼他們也願意來簽署所謂的查賬授權書 來向這個讓這個特徵組來繼續追查 看看他們是不是還有沒有其他的一個賬戶的一個流向所在 那麼剛剛呢他們也透過他們的律師喔 表示今天喔這個他們已經做好了這個認罪的一個準備 而且可以說是做好了非常強大的這個心理建設喔 那麼待會整個開完庭之後呢 他們也會下來這邊面對鏡頭向全國的社會大眾來道歉 那麼他們也表示喔這個父母呢是沒有辦法來選擇的 由於沒有辦法來選擇父母呢 那麼就是父母之命喔又難為 所以在之前呢做出了這樣子一個洗錢的一個行為喔 所以他們今天打算呢在這個開完庭之後呢 就會來跟社會大眾道歉 這是目前第七法庭裡面的最新情形 先將時間交還彭內主播 好的我們看到呢陳志忠除了在今天的法庭上面認罪之外 6點聲明除了願意把這個瑞士的7億協助特徵組匯回台灣 還有國泰釋華原本呢其實不是只有7.4億是有10億 多出來的這個3億的這個流向也要交代喔 還有已經匯到海外去的5.7億要匯回來 最重要的是他還驚爆了吳淑貞的其他秘賬 包括了珠寶將近6億的這個現金 這個是特徵組到目前為止沒有查出來 而陳志忠主動告訴這個檢察官跟法官的喔 另外呢陳志忠夫婦也再度的強調 日本他們並沒有賬戶 除了特徵組現在所查出來的美國瑞士的賬戶之外呢 他們也沒有其他國家的賬戶喔 他們願意簽署相關的查賬授權的同意書 讓這個特徵組的檢察官去調查 而等一下下呢這個開庭結束 這個陳志忠跟黃瑞敬還會在台北地方法院舉行記者會 要向社會大眾來道歉喔 他們強調父母沒有辦法選擇父母做這些事情 叫他們要去洗錢 他們也實在是難以違背相關的命令 我們可以看到呢陳志忠跟黃瑞敬今天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要爭取能夠跟特徵組認罪協商 而在協商程序當中呢得到比較好的這個條件